近期强冷空气大面积的影响我国 部分地区出现降雪 同时也带来了别样的冬日美景 受强冷空气影响 长白山地区迎来新一轮寒潮天气 在长白山下的二道白河镇 清澈的流水 静谧的冰面 晶莹的冰花相应城去 置身河岸 驻足欣赏 不失为冬日里最大的惬意 经过降雪的洗礼 晚南山区雪后初季 迎来阳光明媚的情好天气 在安徽社县 一些高海拔山区 矮矮白雪依然覆盖 雾松冰岭 如同将山野村落重新装扮 这两天受寒潮影响 重庆丰都 海拔在1100米以上地区 迎来京东第一场雪 一夜之间山川银庄素果 在丰都县南天湖景区 从空中俯瞰 连绵的群山在白雪硬衬下更显雅致 蜿蜒的公路犹如一条黑色的巨蟒 在冰雪世界中嬉戏 仙女湖镇轿子山 静落的山巅浩然一色 临海雪原让人仿佛走进冰雪世界 近日 在山西投马市豆龙沟村 漫山遍野的鲜薄冰片 晶莹剔透 形态各异 好像蝴蝶翩然而至 因此被称为冰蝴蝶 冰蝴蝶作为一种自然景观 常形成于每年12月到次年2月 当温度 湿度 风力都适一时 山间的薄荷草上就会结出 如同蝴蝶一样的鲜薄冰片